李擅长知道朱元璋心中 对当年背叛之士一直耿耿欲怀 于是他赶紧认错 说都怪自己软弱糊涂不明事理 担心上尉被剥夺兵权之后 恐怕再也站不起来了 便想着大家都是义军 不如另投新主谋取出路 但朱元璋却并不打算这样轻松放过他 随口问出了一个问题 说郭天勋